小璐今年刚参加完高考 打算报考浙江一所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 他说自己平时很喜欢收藏石头玉石之类的 在酒店房间他把五只手镯拿了出来 这些是翡翠的一个手镯 是从玩物德制一个平台上面买的 它是刚进班刚毕业 然后是准备送小姑娘的 具体送哪个小姑娘我还不知道 小璐说手镯是在明江翡翠玉石店铺买的 最贵的已至1800元 其他的1000元左右 本打算送给几位女同学当毕业礼物 现在根本送不出手 他们给我证书是翡翠A货 翡翠A货就是指纯天然的翡翠 但是我们拿回来就是去鉴定了之后 它是一个翡翠处理的一个手镯 就是一个假货 那边玩翡翠的都很多 那边吊坠啊什么项链啊都有 然后对对对 然后他们说颜色不是很对 你去鉴定一下吧 然后我帮他去鉴定 鉴定位法在哪 一个50 小璐出示的鉴定证书结论显示 翡翠处理手镯 备注 漂白 充填及染色处理 小璐有商家微信之前沟通过 你拍到那个价格的 你如果说这个亏钱亏了很多 他不会发来 他不会把云头发给你的 意思就是平台名 这个平台也知道你们在卖假货 还支持你们了 不是平台知道我们买假货 平台他们不知道 因为平台没看我们说 但是90%的商家 他们都会去这么做 因为肥钱的生意是会做的 是不是 小璐解释 这些手镯是拍卖来的 拍卖页面一般有三个价位 选择一个出价后 24小时内谁出价最高 商家就给谁发货 这些手镯当时没人跟他竞价 现在商家觉得亏了 就给他发了这样的手镯 现场通过微信语音联系商家 一直没人接听 小璐给记者听了 此前商家的语音回复 你在其中的两只里面 挑两只出来 然后我给你换两只挨的 然后的话就这样好吧 有赔不少的 打一赔三的 然后就是退回给我们金 如果是沟通不行的话 我就会按照消防法 这样子进走法律程序 按照玩物得志平台的规定 商家售假一律封电 记者给平台线上客服留言后 对方要了小璐的订单号 截至发稿 小璐还没有收到平台方的回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